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在生命电视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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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放心吧 本招一定完成父兄的遗愿 休完寒恕 娘 您笑孩儿 娘笑我的女儿长大了 大到要出阁了 娘 女儿有些忐忑 哦 女儿为何忐忑 女儿怕出了这个家门就没了母亲的庇护了 女儿的担心是多余的 女儿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夫家早就耳闻 风生是个贤惠孝顺 远近闻名的才女 她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难为女儿呢 娘 女儿哪有她们说得那么好啊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就应该尽量去做得好才对 你要记住 家的夫家要恪守礼节妇道 尽女人本分 只有这样才不辱班族 我们班家可是世袭受人尊敬 不能因为某个人或是某件事 影响了班家的荣誉 知道了 娘 从小我就在您的教导下成长 耳濡目染的也学会一些班家的家风 您不说 女儿也知道 女儿的言谈举止 都要流露出母亲的影子呢 您就放心吧 女儿不会给您丢脸的 随着汉说的问世 班朝声明大振 朝中百官都尊她为曹大姑 河帝不仅让皇后和嫔妃拜她为师 还屡次召她到皇宫里去 宣班朝进宫 曹大姑 曹大姑 皇妃多礼了 班朝何德遭此后待 曹大姑有所不知 皇帝命我们都用侍奉先生的礼节对待您呢 皇帝口谕 班朝进宫做皇后和妃子们的先生 读诵讲解汉书 班朝皆知 汉书 汉书义文志 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邦固撰写的 简称汉志 属于史志书目 下面我来讲解汉书义文志 汉书的总序分为二十一类 其中包含书 其中包含书 书 诗 礼 月 春秋 论语 校经 小学 六义 儒家 道家 等等 义又分为义经十二篇 诗 梦 梁秋 三家 我会逐一讲解 汉叔真是韩纳了百家学说 是不是天地都包括在内 是的皇后 班昭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 与大家一同进步 高祖刘邦 佩风亦中阳礼人 其母刘傲曾在大泽岸边休息时 梦到神仙 其父前往 雷电间见一蛟龙盘于其身 曹大姑 你这个外表看起来文弱的女子 怎么讲起汉叔来 思维如此甚毒 大姑的内敛 多多少少有些男人的阳刚呢 哀家都听得入了神 皇后过奖了 班昭只是替父替兄 完成了心愿而已 若谈阳刚 班昭实在欠缺 女子除了要修才补内 就不必站着男人的领地 去看世界了 女子还是柔弱一些才好 我就要内外兼修 做个不一样的皇后 皇后早已非同一般了 大姑的才学和谨慎谦虚的态度令我钦佩 班昭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 大姑有一种无形的气质 是由内而外的 皇后过奖了 孝慧皇帝是高祖和吕皇后之子 五岁时被高祖封为汉王 四年又被立为太子 十二年四月 高祖驾崩 后来孝慧皇帝继位 把皇后封为皇太后 皇后为何也素装 大姑 我发现薄言素装也是一种气质 粉黛能够掩饰多少青春呢 是啊 内在的气质是那些粉黛永远也装饰不了的 面善得后 面善得后 怎讲 从面相上来看 每一个善良忠厚的人 他们的笑容都是很深的 因为德行沉积久了 笑起来自然会无邪 与大姑相伴 真是遇到了良师 我想我是深受大姑的影响 还望皇后多多效仿前朝贤德皇后 相夫教子 主理后宫 不曾干预朝政 大姑说得即是 元兴元年 何地驾崩 邓太后 扶刚出生百日的商帝刘龙登上王位 邓太后临朝垂帘听政 邓太后年轻新寡 多有不便 遂命其兄邓志为车记将军 可随昭入宫一事 严平元年 商帝夭折 又定立清河王刘虎为汉安帝 世年不足十三岁 邓太后继续临朝 赵班朝进宫 邓太后让班朝以师父的尊贵身份参与机要 年过半百的班朝欣然受命 赵班朝入宫与邓太后为师 戒指 戒指 大姑 目前宫中的现状你也看见了 我心寡 加上丧子之痛又未痊愈 国事繁忙 我心不安宁 朝中大事还得大姑参与啊 太后需节哀 安帝尚小 还需太后尽力辅佐 等她长大了 和交付与她 您可以安详晚年了 国不能外齐专权啊 再说 朝中有邓志将军的辅佐 太后的江山会很牢靠的 是啊 每个人的身边都该有自己的亲信 邓志有勇有谋是个忠臣 宫中内忧外患 还望大姑能不离不弃地陪在我的身边 这样我的心才会安生 太后 您就放心吧 陈伴昭愿意与太后一同辅佐右弟 直至她长大成人 大姑 哀家替先帝谢您了 太后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匹夫有责呢 大姑如果是个男儿之身 定是国之勇夫啊 太后过奖了 时候不早了 太后你也该就寝了 半招告退 好吧 我看啊 这邓太后 这是要不斗太后的后尘 当年 她笼络后宫 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天 半招虽为女人 做的却都是男人的事 我从进宫就听老宦官 讲了很多女人祸国的事 可不是嘛 有多少女人成了祸国殃民的主子 难不成 这国又要成为外亲真正的国了 嘘 小心被主子听见 杀头 宫官之言也是民众之言呢 回了娘家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吗 母亲 女儿我自认为也是自幼保读诗书 有自己主见的人 怎么了 女儿在夫家已经很贤惠了 可我依然忍受不了夫家的人处处指使 家中的每个人都对我指手画脚的 婆婆甚至说 我只会读书 不会过日子 女儿 读书跟过日子是两码事 读书只能修我们的内在 读着诗书 并不能把饭菜烧熟烧香 还有一些事情 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动脑去做的 可是家里有下人啊 你婆婆的初衷 也许不在烧菜做饭上 是不是你的某些行为很懒惰了 娘 我只是夜晚喜好读书 早上起得稍稍晚点而已 只是起得晚 还有还有 我实在忍不过去 与婆婆争执了几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娘 女子在夫家要懂得尊重 谦让 早起晚睡 勤劳能干 这样的内敛 我不相信夫家会不懂得珍惜你 娘 您真是我的军师啊 谢谢母亲 女儿毛色顿开 女儿面临的事 是所有女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那么宫中的那些女人 是不是也该如此呢 她们更需要既兼顾女人的特质 又承担起必须肩负的责任 娘 您嫁到我们曹家 也是这样约束自己的吗 女儿 你要知道 有一种谦让 是因爱而起的 只要心中有爱 一切来说都不是约束 而是我愿意 如果愿意 那还有什么委屈可言呢 我嫁给你父亲 就是因为爱是基础 所以我们处处互相体谅 生活的就很美满 娘我一定与您